好 那我們先 我想我要先提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談的是競賽 不是在談只是做好的作品 那競賽的東西也就是說 你就是要勝出 你要比別人優秀 我想這個觀念是 我們是必須要知道了 那我也是這一次 就是為了來參加這個 那我跟他們講說 你把過去幾年的得獎的作品給我看一下 我看了一下我嚇了一大跳 為什麼呢 他幾乎來自同一個學校 這個完全也就是說過去得獎 我們評審過了以後 我們隔天當然有頒獎 可是我從來沒有參加 那就是說 那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一個學校 什麼人得獎從來都不知道 那我看這次看到才驚訝 非常驚訝說 怎麼總共來自於幾乎只有兩個學校 那這個就覺得好像有很多 我們必須要討論的一個空間 那我也就 我也很高興就說剛好有這個機會來談 我現在比較想知道的是說 我們在座的其他老師 你們應該不 我不知道你們來自哪個學校 但是你們指導的學生 如果有得獎的作品的老師請舉手一下 我看一下好嗎 OK好 那就是表示很少嘛 其他的老師的指導的學生沒有得獎 那我想知道老師們認為你的學生沒有得獎的理由是什麼 有沒有任何的理由 還是沒有理由 好那我們說老師有帶的學生有得獎的 你覺得理由在哪邊 OK好一時一時還想不出來 沒有關係 那好我現在我談的這個東西也就是說 我們以後再執行 你在指導那個專題的學生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我們可能要知道的幾個面向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 而且我相信 OK以後得獎的作品不會那麼集中在一些老師的身上 應該應該我要講的應該是說 我不知道過去的情形 顯然這個跟 就是說我看到這個專題的得獎的情形 我就想到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我們有辦叫做英語演講比賽 OK那現在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在辦 不過至少我現在我沒有帶過 就是說沒有帶過這樣的學生 那之前的英語演講比賽呢 你如果看歷年來得獎的 永遠就那幾個學校 OK永遠就那幾個學校 幾乎不會變 那個變動非常非常的小 而且我們有看過 幾乎長達十年的時間 幾乎不變 OK那當然我們有深入去了解為什麼 那也就是說 有些學校我就是自在必得 OK譬如說我今年 我就是帶這個 我講那個演講的 就是說我帶演講的學生 我今年就是一定是自在必得 而且這是以校級為單位的 就是說校要求你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OK好 所以呢 他們呢就說明年 譬如說今年剛剛比賽完了 他們今年就開始訓練明年的選手了 就一直訓練一直訓練 這是過去我所知道的情形是這樣 那我今天看你們 今天有兩個presenters 他們看的做法呢幾乎是一樣的 就是說老師非常非常的努力 那我不知道學校有沒有給你們這樣子的一個任務 就是說我們非得獎不可 我想私立學校應該是一個 就是壓力是稍微大了一點 那六合是公立還是私立 我不太清楚 是私立是不是 是OK好 那學校沒有給你們這樣的壓力 OK好 OK好 Anyway就是說 因為得獎的學校太集中了 所以我們就想到就是說 表示有一些學校他有比較清楚的一個目標 就是說我的自在得獎 那其實呢有自責 四進城對不對 真的是你一定可以的 好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你在學生 我們在指導學生的時候 這是我今天要講的幾個大 那個大綱的幾點 第一個是專題的亮點 我想這個你們剛剛都提了很多了 那第二個就是 專題競賽的一個面向 這個是我最想講的 也就是說 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發現到老師 最嚴重疏忽的就是這個 那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專題裡面 其實有這幾個 專題書面的報告 專題海 那個就是口頭報告 就是海報的口頭報告 就是他的presentation 以及Q&A OK基本上就是這幾個面向 那 好 那那個亮點在哪邊 我這裡 這裡我是大致寫一下 但是 這個是根據我們的 這個整個專題的那個目標 我是根據那個 他們實在弄出來的 專題的目標 把它弄出來的 也就是說 你的專題的亮點在哪邊 那其實 我相信 我相信總共就是有這六個亮點 二二四六 總共有六個 那亮點不表示 每一個專題 你都可以包含有這六個亮點 不表示是這個樣子的 可是你一定要有裡面的數個亮點 這數個亮點 它是貫穿在你的研究 你的那個專題的報告 你的海報的製作presentation 以及Q&A 它是貫穿在裡面的 它不是一個點一個點 不是這個樣子的 那有沒有做到 那我相信 如果從這個圖來看的話 就是說 有創新力 我們要看他們有沒有創新 實作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 那個實作的這個部分 其實基本上你們的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可以發現到 我們剛剛第一位凡老師的那個 你剛剛做的 可以發現到你們實作力是非常非常的強 OK 因為那個可能對叫做創意的部分 因為創意的評審裡面的一個標準 是我們要看那個產品的一個商業化的概念 所以你會發現到說 它的實作力其實是強過其他的東西 譬如說強過研究力這個東西 OK 那當然他要有研究力 要有一些 如果沒有他還是做不出來的 OK 好 那譬如說整合力 溝通力 合作力 這是每一個人都要有的 OK 好 不管你是 你是在做那個 就書面的 或者是口頭都有 好 那我現在要講就是說 舒服的部分 當然參加競賽 我現在還是覺得 參加的組數太少了 其實在過去幾年 我如果到各個學校去做評鑑的時候 其實我都有問他們說 你們有沒有參加 你們要不要參加 那他們都有給我各種理由 就是有參加或沒有參加 絕大多數都是沒有參加 我說你們這麼優秀的學校 但是為什麼不來參加 那當然那就是一種 就是公立的高中 他就覺得說 我們平常很忙 我們沒有辦法做什麼 然後可能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理由 其實我也是剛剛才知道的 聽你們講我才知道的 就是叫做什麼 統徹時間跟執行專題的時間 是互相重疊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有一個想法 我不知道那個真的執行專題 會去影響到那個統徹嗎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要從大學的大學端 來看這樣一件事情 我們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視 你們高中職做出來的專題 不管是你是在哪一個層面 我們印外的或者在什麼 我們非常非常重視 有得獎沒有得獎 對我們來講都一樣的重視 那得獎當然就說 對我們來講是多了一個人 幫我們看過這個東西 對不對 可是我們也有我們評審的標準 我們不一定是只看得獎的 我們你們的東西 你們如果是一個遺租的 我們也會覺得說這個東西這麼好 為什麼沒有被選上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從入學的觀點 我們非常重視學生的專題 因為學生的專題就是我們剛剛講 你的獨立 不要說研究 就是說你獨立執行一件事情的能力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到 學生的專業的發展的方向 我們可以看到他整個邏輯思考的能力 我們看到他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及他是不是有這個研究能力 研究能力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能不能堅持到最後 你如果沒有堅持到最後 你就是會前功盡棄 OK好 那所以我是說 我們大學端其實我們在看學生的申請資料的時候 專題絕對是一個影響非常大的一個東西之一 所以我倒是希望高中老師 高中高職的老師 要在這方面可能就是說多多鼓勵學生來做 但是我也知道要指導專題非常的辛苦 我不知道你們的指導方式 我以前去評鑑的學校 我是看一個班最多兩個老師指導 老師這個樣子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是幾乎不可能的 因為我們都譬如說 我們都是帶一組 OK 帶一組呢 可是你要很多的討論 很多的 哇那真的我是覺得說 這是額外的工作 這不是你原來分內的工作 所以呢 那你會覺得說壓力非常的大 所以假設啦 有機會的話 你們可以就是說 一個人最多 我們一個人最多就是帶個兩組 然後給分散其他的老師一起來執行 那這樣的話呢 可能我們的做出來的作品 可能會更 應該是說會更有競爭力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 就是專題執行的面向 也就是說 有這麼多的學校 他在不管他有沒有送出來 參加這個競賽 我是覺得 老師們你們都只重視哪裡 OK 我們有三個 這三個部分是等值 OK 等值的 沒有一個 沒有天象哪一個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記憶最深的會是哪一個 後面的部分嘛 對不對 可是呢 基本上這三個是等值 也就是說 你的參賽作品 如果做不好的話 你後面不可能做得好啦 簡單說就是這個概念 那我們所看到 至少我評審這麼多年來 OK 我從你的第一年 102年開始 我們基本上原則上 幾乎大部分都有參與的 也就是說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所看到的老師們 都偏移而已 也就是說 只有準備一項 這裡有三項 第一個是作品 作品的寫作 他的整個寫作 再來是他的那個口頭的練習 我們會發 至少 這是我的想法 也許是錯誤的 你們等一下可以糾正我 就是你們可以告訴我 你們司機的情形 就是說 在食物的 也就是說在海報的 那個報告的部分 這個部分可能大家有準備 但是在Q&A的部分呢 就幾乎沒有準備 OK 那我還是要提到一個東西 就是說 我們是在談競賽 競賽就是我要勝出 勝出就是我要比別人好 所以呢 你的整個成員 以及你的整個成員 會影響到 書面我們看不到 你們寫了很多那些東西 對我們來講 我們看不清楚 所謂看不清楚 就是說你說 啊誰負責什麼 誰負責什麼 因為最後我們真的是看不太出來 是誰 誰 就是說因為我相信最後一定 老師要花很多的功力 去把它弄成相同的 如果不是的話 我看起來會是AMBC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因為每一個人的寫作格式 是絕對是不一樣的 而且我也不太相信 學生可以寫出 那麼優良的英文出來 那OK 所以我要講是說 參賽作品的那個部分 其實我們本身 不太看得到那個合作力 但是呢在那個簡報 在做簡報的時候 我們看得非常清楚的合作力 那所以呢 也就是說你的一組 一組人員 一定是每一個人 對這個內容 都要非常非常的熟悉 如果沒有熟悉的話 你在做presentation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卡卡的 這是第一個 那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在Q&A的部分 他回答不出來 OK 他沒有辦法回答 他回答的沒有內容 OK 那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你在準備這個部分 我們在那個做簡報的時候 第一個 你一定要對他整個作品 要非常非常的熟悉 也就是說他親自全程參與 那是不是每一個人有親自全程參與呢 我有時候對某些組別 我是打了一個問號 我的意思是說可能大部分的人有 那可能 那但是呢可能有少部分的人沒有 OK就是這樣 那所以呢你就會看到 有些人你問他最簡單的問題 他也回答不出來 那這個東西就給你一個結論 就是說他根本就是沒有參與嘛 簡單說來就是說 沒有很用心的參與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你要不管之前在做參賽作品的時候 是怎麼樣 總之當你已經入選了 你就請你好好的準備 就是說你要熟悉你的作品的內容 然後你要準備你的海報 你的簡報的內容 然後準備Q&A 因為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要準備100分 最後可能只有問你10分 對不對 那但是你如果沒有準備100分的話 我們可能你準備1分 我們問你10分 那結果呢你就變成是完全不會 OK這樣 那就不太好 所以就說 就說記得當我們要參賽的時候 這三個東西老師都要介入 所謂的介入就是說 老師要去 對他們要有一些指導 要有一些指導 如果沒有指導 我不太相信 OK我也不太 就是說我也不太相信 學生可以表現出那麼好 譬如說他們剛剛有幾組的 那個得獎的作品 我印象都還滿深刻的 他們表現真的是很好的 他們的好 跟我現在大學 我也在指導專題啊 那我比較起來其實呢 你們的那個能力程度 其實沒有比我們不好 沒有比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是大學即將畢業的專題 OK 學生指導的 學生執行的那個態度 深度 方法等等 真的你們高中老師跟學生 我是覺得在這方面已經做得非常非常的優質 真的是非常棒 這個我們應該要給高中老師 我們高職老師 應該要給他們一個很大很大的 這個獎賞鼓勵 真的是我是相信 這次老師一定花很多時間在做這件事情 好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這三個 就是一定都要準備 好 那再來就是說 那你一樣 就算你要跟別人競賽 你到底覺得你的競爭力有多少 那這是給你一個圖表 你自己看 OK 你是不是每個東西每一個都有 我剛才講就是說 你可能每個東西都有 可是有輕有重 你如果是某些專題 你可能你的研究力就非常非常重要 合作力 這個是我剛才講 幾乎所有的都要有的 那溝通力也是幾乎所有的都要有的 整合力也是一樣的 那實作真的是不一定 OK 可是你們的東西多多少少都有實作 OK 都不會有問題 也就是說在這一項裡面 我們幾乎都是大部分都可以拿分數 但是你可不可以拿到最高的分數呢 我現在來看我們剛剛的譚老師的那個 他的那個實作他指導的非常棒 他說第一個步驟不能複雜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因為複雜的東西 你中間你會去出錯對不對 出錯會忘記了 然後你就會在那邊手忙腳亂 真的是不OK的 我們很多東西就是說 你要去簡化他的過程或流程或什麼的 這是非常的清楚 學生做presentation也非常的有 就是有能力 OK 有信心 那這個呢 就是完全是他的什麼呢 整合力 你要用 你要如何去整合那些東西 OK 那如何 要整合那些東西 然後如何把它套進你的課程內容 我們的評審裡面有一項是說跟課程的關係 這一項其實對我們英外系來講都不用擔心 我們絕對沒有那個問題 那一項也就是說每一個人 那項分數一定都拿到的 那我們沒有其他的就是 我們在比賽的就是其他的部分 就是創新力 那剛剛老師有談的 我其實對兩位老師所提的這個部分 我非常的喜歡也非常的認同 那所以我們就從這個主題的部分來看 譬如說我們凡老師的部分 他說這個題目來自哪裡呢 來自問卷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方法 也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我就想到一個東西就是 我記得以前他們說 民視的八點檔的節目 OK 你知道嗎 民視的八點檔的那個節目呢 他們的題目跟他們的劇情來自哪裡 來自觀眾 OK 就是問卷的概念啦 也就是說我先派這個主角 我要讓他死還是不要讓他死 OK 那觀眾的意見是什麼 如果多數人覺得說 這個主角就是不應該活著 那我們就想辦法 就讓他在中間消失 OK 那這是符合大眾的期待 OK 好 那剛剛那個題目呢 有相同的道理 所以我是說這個概念是一個 完全就是說完全可以套用 然後剛剛的那個陳方仁老師 所提到的就是說你的什麼 authentic跟什麼的 日常生活什麼的 其實這個也是完全正確的 簡單說來我們在選題 選題 選方法 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你一定要了解現在是什麼局勢 OK 所有的題目 所有的研究方法 你要根據現在的時事 我們所熟悉的東西 或者是現在所流行的東西 或者是現在所強調的東西 來做 來把它套進去 OK 那有一個 剛剛潘老師其實他有提到 而且他沒有做到 其實就是一個我們叫做多元嗜讀能力 OK 我們現在強調的就是多元嗜讀 多元嗜讀意思就是什麼呢 我們以前是只有看paper對不對 只有看文字 看書 可是現在不是 像我們的認知能力 嗜讀的能力 來自很多個管道 來自於好了 圖片最簡單的 好 那個電腦網路上面的 然後就是等等 OK 線上的等等的東西 這些都是你所有知識的來源 那我們在 你在選題的 你在選題跟研究方法呢 你一定要了解到 我們現在的方式是什麼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現在一個方向非常清楚 叫做多元嗜讀 那所以我們才會有一些方法 叫做什麼 叫做翻轉教室 有沒有 叫做PBL 他們簡單說來 你要做PBL 要做翻轉教室 你沒有多元嗜讀的概念 你絕對做不出來 所以那兩個東西等於多元嗜讀 就是其實就是這個樣子的 那我覺得剛剛彭老師有提到 欸他們有做到喔 那那個陳老師的部分呢 你們也有做到 好 那所以題目就說要怎麼樣呢 你一定要創新 那創新也就是說 你要有吸引人的地方 如果人家已經做的太多了 你根本不會想再做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我要寫的一個就是 你要 be interesting 那第二個實作例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要能做的 欸 這個能做的這個部分 我想我要特別的強調 這個東西可能我等一下會提到 那個陳黃仁老師的 嗯 其實剛剛老師有提到 學生的一些東西 學生研究的任何的題目 我想問的是你們的學生懂這些東西嗎 第一 第二 他有這些資訊嗎 如果沒有的話 你寫出來的東西就是 前緣不對後緣 OK 你的內容就是非常的平滑 OK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選定的一個題目是OK的 沒有關係 你如果覺得這很有創造力 這是很好的 可是你一定要想辦法去找尋資料 那個資料絕對不是網站找一找 你圖書那各種的地方 你都要去特別去找 你的知識 你的內容才會豐富 你才是一個 be researchable 才能夠有後面的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只有創新 不是很 OK 的 好 我現在這裡選了幾個 就是說這 因為我們以前比賽完了以後 其實我們題目我們從來都 就他們全部收回去 其實我們一個都不會記得這樣 那這是這一次在給我的時候 所以我就看到了這幾個 好 那個第一個 譬如說他這個 myth about ugly vegetables and fruit 其實這個題目是非常好的 OK 非常好 他是很有創意的 我不記得是誰的 不過第二個那個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 這個應該是黃仁老師的 對不對 不是喔 OK 好 那 OK 好 嗯 這個題目也非常好 那就說他很有創意 他是說我們要去了解一些成功的人 為什麼會是成功的 OK 好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研究題目 在我讀博士班的時候 我們是有這樣一本非常暢銷的書 就是說校長室的辦公室 就是校長辦公室他去研究什麼呢 就研究一個非常非常成功的校長 我們要看他如何治理學校 如何什麼什麼 他把他寫成一本書 那一本書是一個非常暢銷的一本書 那就相同的概念 相同的概念 那就是說我們從這些人得到一些經驗 好 那如果我印象沒有錯的話 這應該是第一名或第二名嘛 是這樣 我不太記得 好 那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就是 這是應該是黃仁老師剛剛有提到嘛 對不對 是你的 這一個我們等一下會談 我等一下也會特別提這個 不過我要談的是第六個 第六個你是 Truth is in the eye of the reader 我現在先請問其他的老師 你了解這個題目是什麼嗎 你這個題目是來自於一個 OK 我第一個我要問的是 這是學生給的題目 還是你給他們的題目 所以學生給你的題目嗎 OK 好 那這個題目是來自哪裡 你知道嗎 這應該是一部電影 一部影片還是一部什麼的 OK 他有改了一點字 嗯 可以做 但是他跟後面的 坦白講套不起來 套不起來就對了 你應該 你後面是要講說 學生高中生的新聞的視獨立 OK 那跟這個題目不 嘿嘿 對對對 是 對 是那個沒錯 那基本簡單出來就是說 所以呢 黃雷老師有一個特色是 他的題目都非常非常的 飆心立意 OK 都非常有創新 那創新包括剛剛我們這位同學 OK 他提的就是說那個 比較 我這裡沒有秀出他的來 比較兩瓜跟那個 全台灣ese的rap 有什麼差異 這個題目 下一個我等一下會談 他這個最好的地方在那邊 最好的地方是在他的創意 OK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難的 你們執行那個東西 你們根本就有太多部分 沒辦法寫出來 因為那是很深的東西 很 我們叫做專業 那你完全專業英文要擺進來 專業英文沒有擺進來 你沒有辦法做好那個東西啦 不過就是說我們看在他們的 那個非常有創意的分量上面 我是覺得也是應該給予鼓勵的 OK 好 剛剛的是那個 好 再來我們要看的是這個前沿 好 剛剛是選題嘛 所以選題盡量 選題一定 我們會有暫時的題目 沒有關係 你到最後我們再去做修改 可是暫時的題目有一個好處 就是給你一個方向 你才有研究的方向 可是我們的用志 我們一定在整個過程中 不會不變的 我們一定會有蠻多的改變 所以不用 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這個題目 我們在執行的過程中 你也會噴到某些東西 我們是不是要做某些修正 這個都是要的 然後再來是Introduction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也特別想提 特別想提的就是剛剛 王林老師有提到就是說 學生沒辦法區分 Background Motivation 好 我這次把它寫出來 你看我打了一個問號在這裡 Introduction 我看了所有的得獎的作品 每一個人的大綱是這樣子的 Background Motivation跟Purposes 那有人當然有加上Research Questions OK 這個 我 我比較好奇的是 為什麼這麼多人的作品 都寫這樣的東西 請問你們這個 他的來源 根據的來源是什麼 根據的來源 你們是看哪一本書還是什麼的 中心的規定 啊 比賽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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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喔 OK 好 如果是比賽的規定 我想我要稍微有一點不同的看法 Background 跟Motivation 兩個是什麼 Motivation就是Background之一啊 這兩個不是分開的 哪裡囉 不是分開的 你的Motivation就是你的Background之一 我們的Background有好幾個 可以有好幾個 也可以只有Motivation OK 可是你的Background 譬如說 譬如說你當然你可以是一個社會的情境 可是這個社會的情境做什麼呢 Motivated you to do a certain study 就是這樣子的 是那樣的背景引發你的動機 去做一些事情的 所以這兩個是重疊的 這兩個不是分開的 OK 對我們英外系的來講 對我們英外的那個作品來講 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喔 OK 所以當我們打開你們的每一個 不管你是不是第一名的作品 打開來你們這個部分完全沒辦法掌握 為什麼沒有辦法掌握 因為你的Background跟Motivation 你就是說你要不要重疊 那你重疊就是說你前面提了 後面要不要再提 那你可能覺得後面不能再提對不對 所以就提到就寫的 Background幾乎我們沒有辦法看得懂 OK 或者是說 他跟後面的Motivation幾乎是完全透溝的 那這是不對的 OK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要再做 某種程度的一個修正 可以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Background and Motivation 要不要把它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就會很清楚的 你如果把它分成單項的話 那寫出來就會有問題 你如果不幸的話 你去看看你們就是我們現在的那些作品 它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等一下可以就拿那個 就是他們的得獎的作品來看看 好 那 OK 所以這個應該最好啦 這應該是加上一個就是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所以應該是這樣 Background and Motivation Purpose of the study significance 或者是contribution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就是非常清楚的三個步驟 你在Introduction裡面的三個步驟 OK 好 OK 好 那所以簡單說來就說 你在你這個Introduction的地方呢 你要提供什麼東西呢 你要提供的是 你有沒有新的看法 有沒有新的看法 有沒有新的看法 或者是曾經我們沒有想到的看法 所以如果我們要再講更細 我們今天不講更細 因為那個東西太耗時間了 就是說 我們一定會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怎麼樣 However 對不對 這幾乎是一個慣例 換句話就是說 先講不對的再講對的 OK 好 這是幾乎是 就是說會是呈現這樣的一個模式 那為什麼會這樣的模式呢 他的目的只是要去引出 那個叫做新的資訊 OK 或者是 我們過去沒有去注意到的資訊 譬如說我們台灣有這麼多外籍生 有這麼多的外籍配偶 小孩 那我們過去從來沒有注意到 他們的需求 應該說 這些人都在這裡生活的 好 等等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描述 我們要引導出 我們新的資訊 就是說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去注意到說 這些人的生活是怎麼樣 然後你就會提一些 實際上發生的例子 那這都是給什麼呢 就是帶進了我們忽略的訊息 OK 或者新的訊息這樣子 所以你在前沿的部分 一定要做到這個部分 一定要有這樣的特質 如果沒有這樣的特質的話 你的這篇文章很難寫下去 寫下去呢就是沒有太多的內容 我要講的是這樣 那所以就是說 老師一定要花很多很多時間 在introduction的部分 而不是在題目的部分 題目當然也是很重要 可是這個部分事實上更重要 因為這個部分會引導他後面 他的研究方法 他後面要研究的問題 他要如何去討論他的問題 完全都是在introduction的地方 要把它設定好了 OK 所以要花更多的時間在introduction 對我的學生 我大部分也是花最多的時間是在這裡 其實他的時間其實都相當少的 那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剛剛黃仁老師提到的也一個很好 他說有一些很多學生都會認為說 做專題就是問卷對不對 好 這個想法一定要改變 如果沒有改變的話 你的作品絕對不可能得獎 研究方法有很多種 但是如果我們如果用一個很大規模的 很嚴謹的一個問卷的方法 當然是OK的 可是我們不可能做到那個部分 對不對 不可能做到那個部分 因為你的時間有限 然後錢也有限等等 你不可能做那麼大量 那我們如果去做一點問卷 其實這個效果這個真的 我們叫做就是他的可行性 其實他能做可是他的成效在哪邊 他的可信度在哪邊 有那麼大嗎 我們做的這個東西 我們不是只是 就是說我們今天做一個研究 我今天如果去問了十個人 不管他們是誰一定有十個人的答案對不對 我如果我把這個十個人的答案 我把他present寫在這個裡面 那是沒有意義的 OK 所以我說我們在選擇樣本的時候 我們在選擇研究方法的時候 這些都是一個你要嚴謹的 我為什麼要選擇這些人 請告訴我 對不對 我為什麼要做這些東西 這些題目的來源 為什麼是這樣子的 你這樣問你明明就會很多 就根本就是沒有太多的 叫做分析或價值或什麼 就簡單說就是你只能夠描述就是說 我得到的結果是百分之五十的人 怎麼樣百分之三十人是怎麼樣 那請告訴我那這個意義在哪邊 那個意義一定要帶出來 你如果沒有帶出那個意義的話 我們就變成只有描述那個部分 那描述那個部分呢 他的價值核心的價值就非常的不明確 OK 那這樣也不是一個好的一個研究 好 那我們提到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我本來是要談一個 譬如說我們今年的第一名 專題的第一名 他是研究一個 我看一下我這裡有沒有提 表示我沒有特別的把它找出來 就是說今年的專題的第一名 他是研究一個日語的一個 就是一個詞 其實本來這是一個非常無聊的東西 對不對 可是他把這個無聊的東西 他把它變成非常非常棒的一個專題 就是說他有citation 他有引述 就是說這個東西的重要性在哪邊 我忘記了 我沒有那個原來的那個本子 他去就簡單說來就是說 他有一個日語的一個詞 那這個詞呢某某人說過 那個人當然不是我 就是很重要的人 他們就說這個東西可以影響到什麼什麼什麼的東西 所以呢意思就是 所以他把他的核心價值就是什麼呢 我們學日文一定要學這個東西 OK 他就核心價值帶出來的 他的核心價值 他的價值不是只是在說 喔我要來研究一下 大家如何學這個詞 如果是到這樣 他是沒有意義的 他的意義就是他把它架構在 那個就是說我們做這個 沒有電池 我沒有特別看到 OK anyway 就是說他把他做這樣子的一個連結 就是說我們學日文一定要學這個東西 那學這個東西這是很重要 我們要如何學 所以呢 他就覺得說 那我們平常在課堂上這樣學有用嗎 所以呢他就去設計了一個線上的學習這個東西 然後他來比較線上跟我們那個非線上的學習 到底有什麼樣大的差異 好這就是他研究方法創新之處 如果他只是去研究 就是說做了一個問卷說 啊這些人啊 那你什麼 你怎麼學啊 你怎麼學 那你學的成績如何 那這樣的話他的 他的價值性就比較不高 那他呢 最主要他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一定要很有效的學習 那很有效的學習我們過去的紙本 就是紙本的那種學習 上課的學習那種方式 好像看起來好像是不是很好 是不是夠好了 我們是不是可以更有效的方式 那因為現在是一個科技的時代 所以我們要設計一些線上的 一些學習的方式 讓他來做 他整個亮點全部出來了 所以呢 這就是他研究方法創新之處 那當然他們得 最後他們得獎重點也不是指在那邊 他們那些學生的那個 日語的能力非常非常強 因為所有的得獎者 你不可能只是東西寫好 海報做好 不可能那樣 你現場的presentation 你如果講話不流利 然後呢 一問三不知 那是也一樣不可能得獎 OK 那我是說他們的那一群 譬如說今年第一名的那個日文 他們呢 他表現就非常非常好 然後我們其實有從各個不同的角度 去問他們的問題 我們想要知道說 你這個 你日文講這麼好 你是用背的嗎 其實我們也問了非常多 額外的 其實我們只是要測試 他的日文能力而已 發現到真的非常棒 OK好 那所以就是 我要講 這剛剛提到就是說 你的方法 你要有一些差異 那我剛剛已經提到 我們現在既然是一個多元試讀的一個時代的話呢 你就不能夠只是用一個 就最簡單的什麼字子 去做一個問卷啊 然後來做一個平白的一個描述 這樣你是不太能夠顯示出 你跟別人的差異化 好那我這裡特別提到這個 其實這個是要講前面的那個background 就是你的 對 你的result and discussion conclusion 我想我很要表達的就是 論點要充分客觀跟正確 好我現在要提的是黃忍的這一篇 就是你們今年的作品 你看看你的background寫什麼東西呢 那你的conclusion是寫什麼 OK 我對你們今年的這一篇 我有一點點的批評 有一點點的批評也就是說 因為他們做的是一個外籍東南亞的居民 東南亞來這裡的一個居民 我們要了解他們的跨文化對不對 這個當然是一個很好的題目 可是他在寫背景的地方呢 他就是給非常嚴重的bias的存在 看他寫什麼 他說Who works with us everyday But we rarely mix with OK 比如說他們跟我們在一起 然後他跟我們不融合 欸這已經這個好像不太對 這態度一開始就不是很好 再來喔 Who shops on the street beside us But we always keep a distance from 哇那是更嚴重的 這是什麼禍啊呢 對不對 他們我們有這樣做嗎 所以我要講的 我們一定要充分客觀正確 OK 你的訊息資訊來源要充分 不是只是看某一篇paper OK 我們在特別是在講這個 我們有關族群的東西 你知道族群的東西是特別的sensity 你一定要這個東西不能隨便濫寫 啊結果你們寫這樣 還有最後喔 後面的 後面的是什麼 他說 And who studies with us But we hardly listen to 哇 OK 這是你一層在一層的 非常intense的偏見存在 OK 我們做東南亞的 我們當然他們是弱勢的 可是弱勢不表示我們是很不OK的喔 不是這個意思喔 我們絕對不要說我們去 去特別去promote某一個族群 而去貶抑另外一個族群 這在所有的人文的領域呢 你要做這個東西 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喔 好這是你的intro 在background的地方 你是這樣寫喔 然後你的in conclusion 你就提這樣 然後你後來你中間你們要說 我要去做想要知道跨文化的一個了解 當你要做彼此跨文化的了解 當你要做這樣的時候 你的background絕對不是這樣嘛 對不對 你的background就是說 我們可能彼此不夠了解 或者就說可能是 對是這樣 而不是這完全是一個 完全的偏見啦 我要講的是 這個是這一篇是很嚴重的這個問題啦 OK 那再來是結論的部分 那結論 something else OK 你要提到 就是你這個 Asian residents have been powerfully given in the local citizens everyday lives for decades 然後你最後又說什麼 to conclude that neither was given toward each other 所以你要講什麼 我知道你的意思 可是你們的文字表達的不清楚 對不對 你要講說彼此 他們好像是彼此很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可是最後你又發現到說 他們完全沒有互相有任何的連結 那這個就犯了邏輯上的錯誤 我知道 我知道這是英文的問題 對不對 沒有去特別 就是說你這裡的層次 你必須要去把它提出來 如果沒有的話 就會變成是這樣 它就clapsed 概念才會是 就是說你會發現 兩個互相衝突啦 好anyway anyway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在做結論的討論 在做background information的時候 你的訊息一定要充足 你一定要多多閱讀 OK 不能只看影片 不能只看線上的東西 線上的東西 除非你是有很好的 不能只是看一般的報紙文章 或者是什麼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有很多論點 常常你一開始 你的基礎的論點 那就是說 就已經歪掉了 你最後很難把它 就是說做調整 好 那再來 所以剛剛講的是那個 就是那個專題紙本的部分 坦白講 這個部分 我一直覺得不是很好 那當然我們實在也沒有辦法 不知道要不要去 要求到什麼程度 我想這應該是可以等一下 可以討論的一個議題啦 也就是說你的英文你要寫到 第一個 你要符合我們所謂的專題的 這樣的一個格式 他所謂的格式也就是說 你至少要有研究的中心啊 研究的核心啊 這個東西 你要有你的 contribution 這才是我們專題的中心嘛 那就說我們要顧到這個東西 要顧到我們的英文的能力 那英文的能力偏偏那個 有相當困難 裡面的錯誤太多了 多到不可申訴 我是覺得說可以盡量的 要減少一點點嘛 減少一點點的錯誤 OK好 那可是呢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要求更多 因為學生的能力就是那樣 除非你下去幫他們做修正 而且花很多的時間去修正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很難去幫他做那個 這個 editing的工作 那再來海報 這就是說海報的口頭的報告 那海報的口頭的報告 其實我這裡提了 就是說簡報的組織的結構 這個呢 我是把它列在這邊 可是我今天不提 因為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東西 相當困難的很深入的東西 你如果要做好簡報 你當然要有這些概念啊 譬如說你要怎麼樣去 就是說你要有一個付片 然後等等等等 那可是我就不特別去提這個部分 那我們要特別提的就是說 你要你的delivery delivery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要特別的去注意 就是其實就注意兩個就可以了 譬如說他的voice跟他的visuals 我後面這個 後面有這個圖 可以讓你看一下就是說 當你在指導學生的時候 你要注意你要要求他 你要注意這些事情 OK 那這些事情 這當然這都是很普通的概念 這沒有什麼特別 譬如說你的eye contact eye contact其實 我們的學生都做得很好 真的沒有什麼問題喔 然後再來那個visual aids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他們有做 那可是在描述 在描述那個pictures figures的時候呢 學生在轉換transition的過程中 比較生疏啦 這個是應該要對學生做一點點的輔導 這個部分就是說 我現在譬如說 show you this picture this picture show you 什麼東西等等 那些基本上有蠻多can的東西 其實應該帶學生要練習 那這個他們也可以做到一個程度 那appearance百分之百沒有問題 非常好 然後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在後面的voice的部分 就是他的ways of talking 他有哪些東西呢 tone tone就是轉化聲音不移太高 也不移太低 OK 不移太小聲的 OK 那strace 有沒有在關鍵的字 就是關鍵的訊息 你給他足夠的strace 或者是唸得非常的快 或者是沒有特別標示出來 當然我想最大的問題 是在後面三個 就是一個pause 學生有做到這一點嗎 他中間有給 該停頓的地方有做停頓嗎 沒有 為什麼會沒有 沒有跟有的概念在哪邊 沒有的意思就是 學生用背的 背背背背背 所以他都忘記了 他忘記我這邊我需要 那個 所以就表示 學生不要 他們當然應該要先很熟悉 這個東西是可以的 可是你要讓他慢慢的 要去能夠把他當作是一個 就是一個講話 而不是一個reading 當你用背的話 你的腦子出現的是一個reading的 speed 就會是這樣 所以你的線形聲型是一個直線式的 我們講話的聲型不是直線式的 OK對不對 可是我們閱讀的聲型是直線式 所以你就會變成你的速度上面是很快的 或者即使不是很快 可是你應該停頓的地方 他沒有去做必要的一個停頓 那個停頓是0.2秒 OK 不是說很長的時間 可是有與沒有就在那個直線 這樣子 所以那個speed 好 volume 這個部分 我是認為要訓練我們的學生 講話的音量要足夠 OK 要有足夠的音量 有些學生太緊張 所以他講的就非常小聲 他越講越小聲這樣子 在那個時候其實我們都會想要試著去問一個問題 問一個問題是什麼 讓他暫時不要那麼緊張 可是有時候我們問的問題他更緊張 那所以就我們都不知道應該如何是好 那所以就是說要訓練他們不緊張 他們剛剛 我們剛剛凡老師他們的方法非常好 要讓他們做什麼呢 巡迴掩飾 OK 所以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作品 我是希望讓他們有曾經有present過的機會 最好是在學校有競賽 如果沒有的話你一定要在班上要讓他 就是說一定要讓他在公開的場合 譬如說很簡單 你就讓你們學校的下課的時候 就說我們在譬如說在神奇台旁邊 我們就今天有學生要講什麼的 歡迎大家去聽對不對 類似這種概念 你知道那個就像美國的伯克萊大學 他們就有這樣的一個地方 讓人家天天去訓練 OK 那就延展的地方 那當然不是只有伯克萊 在很多學校都有 好 那個東西就是什麼呢 訓練你站在別人的面前 你如何敢眼睛看著對方 然後你的講話 就是說你不會一直爬 就心跳這樣快 然後你的速度可以用正常的速度 這個東西不是天生的 這東西一定要訓練的 OK 所以這個老師可以對學生做一個很有效的幫助 所以就是說對於我們來講 在做簡報的時候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我剛剛講的就是在你的那個 就是Voice的部分 好 那再來Q&A OK 好 Q&A的部分 其實就是說一般人家會覺得說 你Q&A要做什麼有四個步驟 就是Thank you Repeat Answer跟Check 其實這個是太老掉牙的一個方式了 其實真的是不是很OK的 其實就兩個就可以了 一個是Thank you跟就是answer 就是兩個東西 可是重點就是在你如何去回答這個問題 你一定要對內容熟悉 這目前我們所看到的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現在我今天有譬如說有四個同學 我今天想要問A同學 那可是呢 A同學可能他剛好沒有準備這個部分 OK 所以他無法回答 但他無法回答的時候 他怎麼樣refer to other party other members 你要這個東西你要教他們的 OK 這個事先要教 OK 那教的話他就知道如何你去 就是說你去hand over 你的問題給其他的同學 只要教其實我相信我們的同學 都會可以表現得很好的 好 那所以就是說 但是還是回到最根源 就是說他要對即使他沒有做那個部分 他對整個計畫他要非常的熟悉 對結果要很熟悉啦 好 那所以我後面兩個問題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辦法hear very well 那你要怎麼講呢 你可以問嗎 要不要問 可以問啊 為什麼不能問呢 要怎麼問 要先問先告訴同學嘛 對不對 那你如果你不知道答案的話呢 有很多種方式嘛 對不對 如果你不知道答案的話 你不能夠只是說 I don't know the answer 不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你有很多的方式 就是我剛剛講 你可以refer其他的人來講嘛 對不對 或者是你可以說 這個訊息很多 我們可以refer你們的什麼呢 website 對不對 或者是你可以說 我現在手邊沒有 我可以找一下 我再get back to you 對不對 那你這樣你就讓自己脫身了啊 你就不會說我就愣在那邊 我就不知道如何去回答 所以這就是一個機制的表現 就是一個我們剛才提到的整合力 你的溝通力的一個表現 我們沒有說 問的每一個問題 學生都要回答 沒有這樣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問的問題 非常的刁難的 那那個刁難的東西 其實我們只是要看說 他如何去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而已 我們並不是要聽他 給我們有什麼正確的答案 絕對不是 OK 所以就是說你總是要教學生 在Q&A的部分 你要教學生 你要讓學生知道 這些也是一樣要訓練 你要讓學生知道就是說 我如何在這個時候 這樣的一個場合 我如何要 我如何可以脫身 可以就說 pass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 那所以這是Q&A的部分 所以Q&A的部分 不是說不能準備的呢 剛剛凡老師也有提很好的 他說我先試想一些狀況對不對 我們叫做考古題嘛 其實也不是 我們不是要去搜集考古題 而是就是說在這樣的情境之下 人家基本上會回答哪些問題對不對 就是這個概念 不用想考古題 我們每年問的問題 我們全部我們都不 從至少我沒有概念 我們有repeat過 從來沒有 也就是說 我們都是臨時想什麼的時候 是完全是根據你的 context 來做 來提問的 而絕對不是說 我事先想考一些問題的 卻從來沒有的 所以不必考慮考古題 可是你的題目根據這些東西 人家想要問什麼東西 你就要去了解 所以你就是要去了解 要去準備 所以我在想 就是說 如果你們指導的學生沒有 如果沒有得獎的話 那就是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結語 希望 今天講了以後 希望你們能夠讓你的學生 下一次呢 就是大家通通得獎 也就是說我們整個競賽 它是分這三個面向 那這三個面向最主要是什麼呢 它是互相影響的 它絕對不是單一的 就說我這個東西我可以不要 那當然 當然可以很清楚的 我們學英文的過程中 大家都知道哪一個東西是最重要呢 就是productive的東西 對不對 就是說你最後你的說跟寫的東西 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你最後的說 絕對是一個佔非常非常重要的分量 所以呢 我們的學生一定要盡早練習 練習什麼東西呢 練習你的英文的表達能力 你要讓他講英文而不害怕 不要說讓我講英文 我就臉紅脖子出 那這樣就是不ok的 你讓他一年 一年執行專題的時間 來練習這些其實是很夠的 所以你當你考慮了這些東西的話 你最後你就會發現到 我們好最重要的還是 競賽作品就是要勝出 勝出就是你要跟人家不一樣 我覺得你的東西是特別有價值 你跟別人的不同 那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勝出 我想這個概念大概就是我們必須要了解的 然後要掌握的 好 那ok 其實我剛剛要 好 那我想我的就是 我分享的大概到這裡結束了 那現在底下是好像是有Q&A的問題 對不對 那Q&A是我們的王老師要主持對不對 OK 好 好 那我們現在 接下來就要看看就請 就有一個王老師 那現在的話就開始我們 我們個人的一個時間 那不曉得各位老師 你們有對於剛剛 兩位老師的分享 還有這一個 我請教授的這一個 好分享 有任何想要想再更深入了解的人 OK 或許是大家 不曉得 你訂的車子 側班什麼已經到了 對 今天今天 真的蠻感謝的 蠻感謝 幾位這個分享老師 準備的都比 我們主辦單位 講要求的時間 還要再豐富許多 那我想也是 幾乎也是 蓋掉很多他心裡頭的問題 那我想這個專題呢 就是一個 一個整合 一個表演 一個整合 那 如果大家目前 今天我們討論的 大概是 這個校隊 怎麼去把它訓練到今天 如果說能夠 再把它弄到 每一位同學 都能夠 得到這種訓練 我想是 可能老師會蠻累的 如果每一位同學 都有這個機會 能夠做到 一樣的成果的話 那我想我們的這個 教學 就應該是 就非常非常的好 那尤其108課 剛來講 蠻注重這些 不曉得 我不曉得像在過去的一年 各位在學校裡頭 是不是已經開始 在推這種 學生的這個 自我表達 因為我現在教的是 大一的化學課 我覺得 今年給我的很大的感受 學生很會講 他的一些想法上是怎麼樣 對 我當問問題的比 我們多了非常非常多 如果這樣走下去的話 我是覺得是 108課 真的是能夠把這些 學生的主動表達 把它活化出來 那如果再透過各位老師 再把它塑造成一個 更專業的這個表達的話 我想我們整個進步會很多 OK 再問一次 還有沒有其他的 這個問題想請教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也謝謝大家 謝謝三位老師 還有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謝謝大理 谢谢大家